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俠各風雲傳 上一集呢,我們在這邊 河洛克站打敗了這個吃 誒,要用扇 他的用扇好像有點貴 好啦,不買了 有點貴 等我有錢,我現在有錢嗎? 有錢也不屑買 怎麼樣,大娘正在忙著 好啊,讓你忙,讓你忙 我就不打擾你了 匠心,看一下這裡 這裡有什麼東西要買的 小兄弟,要不要買法,襯手的兵器 要啊,我要 師傅,我想買法兵器 看一下這裡有什麼襯手的兵器 這裡有,這裡的劍 閃馬劍60 35,青銅劍8千塊 河洛,早就想買這種東西了 買起來 馬上穿起來 我還沒穿嗎 寒光劍 還有5%反擊 60多時 可是那5%反擊 我感覺好像還蠻好用的 以後再看看,先不換 欸,河甲先裝備起來 有囉有囉 增加150的防禦率 更強了 更強悍 喔,我終於遇到 遇到阿力了,希莉 小伙子 我正要去買菜 你想幫我提嗎 呃,你自己來吧 孫悟空 我最喜歡孫悟空了 嗯,我也蠻喜歡的 好不好 欸,是你 奇莉 他們在跳 跳舞 遊揚舞蹈是不是 阿力,我們又見面了 你跟古大哥一起 莫非你加入了小妖派 沒錯 是的 以後還要多姑娘多指教了 我哪裡 我只是個姑娘 哪有什麼指教的 哪有什麼好指教 小兄弟 你特別來找老夫 是否對野球拳有氣勢 騎老 野球拳 那是什麼 沒見識的年輕人 連野球拳都不知道 虧你現在人還待在洛陽內 看到那英雄雕像了沒有 想當年小蝦米 一拳一個 嗚 就跟一拳超人一樣 我看過了 野球拳跟這雕像有什麼關係 怎麼沒關聯 難不成你不知道 小蝦米英雄最厲害的武功 就是野球拳嗎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阿 當年 前輩所學甚多 但據跟他交手的事後描述 其中有一套 野球拳是最厲害的 大片天下 無敵手 這個野球拳的精益 好比猜拳一樣 在於猜透別人的心意 你想每一次都能事先知道 別人要出什麼拳 這不就是穩贏了嗎 同理一口證 只要你每一次都能料敵先機 猜出敵人的下一個招式 你就能克敵至勝 有道理 那我師父武功必定非常高 唉 如果我爹武功這麼高 也不用在這 雷台賣藝了 小孩子插什麼嘴 老爹只是沒練成而已 一到五練成 可我為天下武功第一人 等於練成再說吧 原來前輩也未練成了 懂什麼 你以為野球拳存在好練嗎 自從小蝦米前輩消失之後 江湖不知道有多少人都練這個野球拳 至今人無一人練成 事想要練的話 那人人不都成高手了 所以就是練不成妹 說的也是 是啊是啊 這野球拳的弟子 多不多少不少 就剩我們父女倆 阿力你再插嘴 我教訓你喔 哼 好啦我們不理他了 欸他們真的打起來了欸 等一下你們真的打起來了 不要這樣 我已經領護野球拳的奧秘了 很快就能練成拳法 重振野球拳門 喔喔喔好加油 欸這裡沒了 你要重振拳風 欸又有事情了 喔後面有人在追耶 來了站住不要開不開 停下來 笨蛋才聽你們的咧 該死的小偷 竟然在白馬在太歲頭上動土 火得不耐煩你 四象把咱們的銀子都交回來 喔這兩個人 不就是助紂為念的那兩個人嗎 否則我大哥 剁了你一手一腳 他放我起來 連自己都會怕 嘿嘿 反正你們幹的也不是什麼正當生意 全都是不義之財 我拿去救護 救濟窮苦 幫你們積一點伊德不好嗎 有本事你們就去找阿 我就藏在城內各處 大哥他說要幫我們基因得 基因你媽個頭阿 死育兒 死頭兒 我們原育兒 死頭兒 還會快給老下來 你抓得到我再說 嘻 他飛出去了 就這麼飛出去了 輕功真不錯 大哥怎麼辦 他跑了耶 廢話 快追阿 否則老大追就下來 我們吃不完都再走 老大大哥是對的 走掉了 大哥 大哥永遠是對的 我來看一下這個 今天遠遠買糖烏魯好好吃喔 那你慢慢吃 欸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喔喔喔喔喔喔 看到了看到了 喔喔 還好我眼睛夠力 眼睛夠力才看得到這個寶箱 欸 裡面藏著什麼 到底有沒有開阿 鐵箱鑰匙 雙充銀 那 這裡逛完了 去下一個地方 欸咻欸咻 這裡都逛完了 都沒這個東西可以逛了 我們要逛下一條街了 匠心 這裡都好 都好了 都沒事了很好 去下一條街 啊 洛陽已經逛得差不多了 不愧我花這麼多時間 在這邊仔細的探查 欸這間還沒去過 唉唷老闆來 小兄弟還買藥材嗎 如果是冬頭下草的話 抱歉正缺貨 不知怎麼搞的 藥材行沒來 我們這急死了 要是你要採到冬頭下草的話 我能跟你一千獎勵交換 大夫 原來藥材都是像 喔 藥材商買的 是啊 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幫人看病 根本沒有時間去買藥材 喔 原來如此 那我這除了有賣藥的 還替人看病阿 倘若小兄弟有需要隨時可以光顧喔 那我還是少來好了 呵呵 開個玩笑 小兄弟不建議的話 倘若在城外採到什麼藥材 拿到小店販售會開個好價格給你的 喔好 醫術是否很難學習 闖出一番名號 唉唷 避免受傷 略懂醫術大有幫助 所以他要加我一點醫術了 所以我們就要快點按過去吧 快點按過去 呵呵呵呵 嗨 好啦按按按按按按 按完之後 我原來如此 謝謝大夫 增加五點太棒了 果然早點按過去有好處 欸這裡有人在做白菜 你竟然在這邊種白菜 澆水不可馬虎還要唱歌給他聽咧 連種菜都要唱歌喔 這裡 欸這裡 這裡是賣酒的嗎 欸小白豆漿 小傢伙 白馬是錢的小白豆漿 是額不開的 你去廠廠 喝了保證精神百倍 好的我去廠廠 我 我已經喝過了 那就這樣吧 我已經喝過了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 不重要 等一下再來看 繼續往裡面走 欸等一下這裡有一個老婆 老婆婆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別鬧出事啊 老婆婆你在這支援是有什麼 唉唷年輕了 你別嚇唬我 怎麼究竟發生什麼事 對啊 這裡 好可 這裡有好可怕的鬼魂 不知道 唉唷恐怖 恐怖到了極點喔 司馬中原 有沒有什麼地方我能搬上的 聽說利鬼非常悍拜神佛的力量 本地鄉族店有一佛 釋迦摩尼佛像 要是我能請他來就好了 可是 那幅畫像不菲 窮乃太婆買不起啊 嗚嗚嗚 被我買下來了 剛好被我買下來了 我 我 你就收下吧 謝謝 謝謝你 由這個佛像正邪 我總算能住得安穩的 你住在 住在哪裡啊 我死去老伴珍藏保護 請你一定要收下 算我的一點心意 奇異的珠子 這什麼東西啊 奇異的珠子 奇魂珠喔 對不起我其他遊戲玩太多 這個是 噢野球全門 現在他們大門深鎖 我看一下什麼是奇異的珠子好不好 奇異的珠子 可以鑑定耶 鑑定60才能鑑定 我現在鑑定不足 我現在鑑定多少了 我現在鑑定37 60之後就可以鑑定了 唉唷 奇異的珠子喔 不會什麼夜明珠之類的吧 感覺好神奇喔 你是誰 你哪位 嗯 該買都該買其餓 該回去拿點娘子喔 你娘子是誰 你娘子哪位 瞧瞧這仇霸 什麼 聽說他原本是劫富濟貧的盜賊 怎麼後來變成正不得性 江大俠年輕就跟仇霸交叉果 後來那仇霸不長眼 搶劫到了張大三人府內 江大俠看不進去 抓住了仇霸教訓了一頓 他們 聊八塊的要到這 欸 北丑 他叫北丑欸 舞秋風 想不想換點情報啊 你...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開玩笑 我們北丑一族就是靠這個吃飯的 北丑一族好像在哪裡聽過 不會吧 你連北丑一族的名號都沒有聽過 想當年 還不是靠我真爺爺買情報才能找到14天書的 南嫌北丑 聽過聽過 確實非常有名 想不想換點情報啊 怎麼換 有錢就可以換 多少錢 一次一千 這麼貴喔 這麼多坑人啊 不準的話 就不多了 我怎麼知道到底怎麼不準 我先聽過一整免費的情報 你覺得 有需要再來跟我買情報 有什麼消息 今日江府寿宴會有天龍教的賴場 你可要當心了 欸 我來換一個情報好不好 就跟你換一個 你知道 長紅標局和金峰標局嗎 今日江府寿宴金峰標局的少標頭也來了 俗話說冤家入宅 欣許他們會有什麼衝突也說不定了 這是 這是很有用的情報嗎 所以 所以 所以那個 鐵子被人家偷出去是金峰標局做的嗎 我不知道 你是哪位 我 文字有成 齋心患 聖賢以道 正人天 我理為之 好一個聖人以道 正為天 是 是 對好簾子 大哥 這是你做的嗎 這的確是手對簾 但可惜 必非我做的 是 蘇氏做的耶 蘇東坡 原來如此 在下武修峰 出來洛陽 無意打擾 不知先生如何稱呼 客氣了 在下李為之 武兄光靈寒色 不知有何指教 指教不敢 指方才路過 聽見 先生念的對簾 忽感興趣 呵呵 武謬戰了 武謬戰 先生正在對對簾子嗎 對 對簾子又稱對簾 銀簾 這其中 中華文化悠久的很 願文奇想 哎呦 漢代以前 聽說有一個 茶神 御蝶的名字 分別寫在兩塊木板上 掛於左右與曲寫 後來就變成對簾了 哦 聖 兒子本朝 太祖定 定都精靈後 每一個都有一個對簾 對簾耶 所以大家都很喜歡用對簾耶 想不到一副對簾也能橫跨古今了 說話 話說到本朝 人們方才使用紅紙代替 木板了 哦 我看 先生正在寫末字 一字 一字已是一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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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 十字之內的為短簾 百字之內的為中簾 百字以上為長簾 那 這集是超轉簾 先生要如何對上 李某認為這一個墨字可接全字 嗚 還請指教 五兄請看 墨字的上面為黑 全字的上面為白 各屬一種顏色 詞意相反 兩個下半部分別會土和水 又是五行之一 哇 知識淵博耶 聽句一句話 盛讀十年書 五兄你有戲劇 歡迎隨時借時我以文送茶 再言對聯 哎唷 如此甚好 在下就不打擾了 這麼 他這麼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跟他 再對聯啊 對一下對一下 先生我又來打擾了 五兄拿你的話 請進請進 剛才 李某又擬了幾副簾子 你看這春花怎麼對才好 春花秋月啊 對的好 你看這孫行者怎麼對 孫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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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蔥之 主孫 好 對四 對的好 青山不改 青山 青山不改 綠水長流 這一個好 對的好 再看 翱翔一萬里 一萬里 好 一萬里 一 這個絕對 這兩個絕對不是 所以只剩這一個了 幾個 個不是 要這一個 來去幾千里 年 對的好 不太順 不太順 是欸 萬里 秋風 所以就這個 千秋 筆末 金天地 有點不太像 秋風 春花 這個比較像 九重春花 最河山 這一個 欸 對的好 秋風對春花 落水對河山 五兄對的真好 三水有靈 一金知己 該怎麼對 三水有靈 一知 知己 三水有靈 性情所得 未能延望 古門古松 庭亂 這一個吧 第一個吧 性情所得 未能延望 這個應該是最順的 後面都不太順 對的好 我悟性增加三欸 我悟性爆表了 我不需要了 盡興盡興 原來 五兄也學富5G 深藏不漏 哪裡哪裡 先生承讓了 厲害厲害 對連功力如此之高 才高八斗 我對書法也很有研究 所以你要教我 如何研究書法是不是 我沒什麼研究 請指點 好不好 可惜啊 指點 指點 他指點我了 耶 指點 素紋 欸 哇 他要給 又給我一個增機欸 什麼 數 數 數數鐵 數數鐵為一鐵行書 為 北宋四大家 米勒增機欸 哇 米勒增機 如果想要看的話 在故宮也有 可以去看一下 我想不到 你既然收藏了這個鐵子 那其他九鐵下落呢 多半也無 愛好者收藏啊 有些則失傳已久 武林中也有人會收藏 聽說 江老爺喜歡 唐朝的槐樹 是喔 那我有嗎 江老爺喜歡槐樹 我看一下我身上有什麼 行囊 從這個 奇異的 奇異的珠子 等一下他剛剛不是給我一個鐵子嗎 四數鐵 欸 槐樹的欸 槐樹的鐵子欸 我有欸 你說什麼 江老爺喜歡喔 他 他有 米勒增機 不給我 那我把這個 槐樹鐵子 給江老爺 看他會不會爽上天 江老爺 給你一個鐵子 讓你爽一下 聽說 聽李兄說 江大 大俠很喜歡 槐樹的鐵子 我身上正好有一鐵 要不要借家師的名義送給他呢 送給你送給你 留在我身旁 這是 智樹鐵 唐朝槐樹 善於草書 其狂草 古今無批 哇他非常的爽喔 哎唷 家師知道江大俠喜歡書法名鐵 特別送上這份賀禮 希望家大俠會喜歡 怎麼樣 很爽喔 爽翻喔 爽到鬍子 沒有鬍子沒有翹起來 頭髮是翹得起來 舞秋風未來不可限量啊 謝謝 名聲增加50點 一個 唐代真 即換50點名聲 到底值不值 我也不知道 我們走到那個啦 後山啦 洛陽後山 洛陽郊外 欸有一個人在這 你想去哪裡 跟我講話 小兄弟 別忘了要來參加牡丹 花會喔 他走掉了 呃 就叫我參加 喔好啊 我有空就 就來參加 就養花來參加 這裡有什麼東西嗎 這裡 欸這裡有一個寶箱欸 四處走走 就看到一個寶箱 我走回來這裡 欸這裡有那個欸 誰在這邊練武 武當的各位久違了 是武當門派欸 居然在這邊練武 久違了古兄 金兄 神采依舊 他...他這邊的是皮草嗎 這麼滑而不實喔 武當派的各位真努力啊 其他的各派的弟子都在洛陽閒逛 你們就躲在這裡練劍 二師兄別說了 偷看別派練武可是大忌啊 武兄別建議 既然談到練劍 什麼說起來我這個 陳師弟也是新入門數月 數月 我們習武之人 以武會有 若武兄方便的話 不如和我們切磋幾招 你...你有我劍嗎 蛤 這倒有趣 以武會有甚好 不知三師弟意下如何 腋下沒問題 好不好 來了 逍遙三峽對上武當三峽 沒問題 第一回合開始了 這隻羊在幹嘛 你為什麼要撞了 我先換其他人啊 衝過去 都衝不到 都衝不到他們面前 可惡 砍你 砍這個 武當弟子嘛 新...新進門的嗎是不是 死掉了 新進門 不...不夠強悍 回家再練練 休息啊 欸...我要休息 我要休息 欸...欸...欸... 我...舞秋風在原地休息了 我沒有 算了啦 再休息就好了 我們派大師兄和二師兄去打就好了 我在這裡休息就好了 我幹嘛這麼辛苦 這不是我...我應該做的事情啊 那個...有大師兄、二師兄的保護 我根本不需要這麼努力嘛 大師兄、二師兄這麼強 獨立即快三北十三驗的 這...這幾個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我有大師兄去保護荊棘了 這實在太有愛了 那大師兄怎麼沒有來保護我 我沒有在大師兄旁邊 不太妙 打你了 看來... 看來逍遙三峽比較強喔 各個都有頭有臉的人物 怎麼會輸給你們呢 對不對...不行 我要...我要...我要移動到這裡 我要在大師兄旁邊 用大師兄來保護我 他有板擊耶 你讓大師兄來保護我了 讚 大師兄太棒了 這樣打早晚會死的 這樣打早晚會死 大師兄你這樣早晚會死喔 我跟你講 來啦砍死你 嗚呼 耶又一個了 我們要打贏了 連斬 到你背後 戳 戳 戳...哇爆擊 有點輕鬆耶 有沒有武當派都沒有在練武的是不是 嗯... 不是我在講 躲在這邊練武就是因為武功不如人 所以只好躲起來練嘛對不對 對...說得有沒有道理 武當派自張三豐創意以來 削...太極全革...太極劍法 就是正派之寶耶 可是你們都...未得金髓 你們真的有得到金髓嗎 看一下啦 這位就是古時古兄 唉唷...古兄 在下舞秋風請多指教了 客氣了 請多指教 那換你 這就是方雲華方兄 請多指教 請多指教 客氣了 請多指教 喔...就這樣 好啦 武功不济 我們繼續...繼續往裡面走 是我太強嗎 應該不至於喔 欸...這個獵人 給你...給李三 兩千兩 好啊...給你兩千兩 趕快拿去解決問題吧 唉唷...沒什麼好回報 這裡有一個金線弓就送給你了 有一個金線弓耶 還有你為什麼走到這裡面來了 你要幹什麼 別擋我的路 你要挑才去哪裡 你... 你...你去哪裡了 這個...這個挑夫...有問題啊 很有問題啊 我們...我們往這走啦 他很有問題了 我們就不跟他一般見識了 喔...我們到採礦場了 這裡耶 大叔看你挖的賣力 難不成這裡面有寶藏不成 我是在挖礦 不過你說的也沒錯 還真的能挖到寶藏呢 礦石可以挖到寶藏 不錯 用來打造防具武器 防具武器 瞧你眼睛就亮了 這裡有幾個鐵礦石 也是最容易獲得的基礎原料 至於這一顆是銅礦 比鐵礦品質再好一點 這兩種都打造一般兵器的原料 金額正好有 紅金黃金黑金白金藍金這幾種 可以打出更鋒利的武器了 但這些就不需要礦工工夫好一點 才能順利挖到 礦工耶喔 好一點喔 我以為是 幸運一點就可以挖到了 聽說世上還有一種叫做 絕龍骨的稀奇礦物 我至今沒看過 原來如此 上回我挖到一把骨劍 用不到 如果你有黃金礦 我就跟你交換 骨劍 骨劍 骨劍還是骨刀啊 骨刀 骨刀我沒興趣啊 骨劍我就有興趣了 骨刀沒興趣 唉唷有劇情喔 徐子齊 哈哈 徐子齊是你嗎 真的還假的 你這樣倒頭就睡 喔喔喔累死了 你練功練累了喔 欸這位兄台 我們似乎在哪裡見過了 喔是阿 是那個村子跟徐兄一起說書的朋友 欸 徐子齊 真的是徐子齊欸 我記得你 你是那位 這位兄回壯志的五兄弟 沒錯 沒想到兄台武功這麼高 果真人不露相 露相非真人 五兄過獎 我叫徐子齊 是說書人 說書人徐子亦是我哥哥 原來如此 方才進城的時候 也巧遇了你哥哥 話說徐兄在練什麼武功 鋼猛 鋼猛無 不會念他算了 無仇 這套叫做奔雷手 初學乍練 還不是很熟念 唉唷 徐兄的奔雷手真厲害 不知 既成何處 沒有師父 我所學的武功 都是跟朋友交流而來的 交流而來 聽徐兄弟這麼說 似乎 所學淵博 懂很多武功囉 我是雜耳不盡 沒有一套真的練到家的 呵呵 我喜歡四處遊歷 增廣見聞 這次 為了暑假作業的郵寄 瞞著老爸 來這邊找資料 又認識了許多朋友 瞞著老爸 老爸尋蒼龍嘛 對不對 暑假作業 這裡是 這裡 這邊 你剛才聽錯了 我的意思是 我喜歡到處結交朋友 這位大哥 你與我雖不相識 卻有一種一見如故的感覺 我總覺得 你跟我一個朋友挺像的 今日相逢有緣 我不如教你一套 呼吸吐納之法 或許能為你的內功修為更上一層 真的還假的 他教我內功新法 真的嗎 太好了 我得感覺學的 學起來 可是我什麼的也不懂 實在拿不出 東西與徐兄交流 怕太佔你便宜了 呵呵不打緊 山水有相逢 以後再見面時 你再多跟我交流一些你的 江湖見聞就行了 搞不好到時候 我還 我要跟大哥你請教呢 那我就厚著臉皮 跟徐兄討教了 這套經驗弓 是一個好朋友教我的 除了可以提升 武功外 功成滿滿 甚至可以 凌空踏虛 輕鬆要上望上 三癌 真的還假的 什麼東西 經驗弓 煉此大神的 唯有皇商派 華山論劍中 力錯尋毫 奪得天下第一的 崇陽真人喔 這麼厲害 讓我迫不及待了 我先演練一次 你仔細看囉 凌空飛躍 哇 好像有點神欸 怎麼樣看清楚了沒有 太厲害了 徐兄的功夫 這讓人大開眼界 沒這麼厲害啦 我也只練到半桶水的程度而已 配合經驗弓的呼...呼吸吐納 能夠生清如燕欸 這也是內功的妙用之處欸 修煉不同的內功有不同的效果 草比傳說中的吸星大法 可以吸別人的內力為己用 江湖人文之色變 斷氣之人 活弱的神造精 小無相弓 可說是三天三夜也學不完 我...我都好想學喔 原來內功有這麼多奇效 又長知識了 所以他現在要教我口訣 所以我學起來了 總算記住了 徐兄謝謝你 別客氣我也差不多改走了 輕鬆不改 綠水長流 咱們後會有急 徐兄多保重 替我向你哥哥問好 飛走了 就這麼飛走了 我獲得內功心法欸 獲得記憶書 增加十點好感度 等一下我看一下 行囊 又...又學到什麼 金線...喔 已經學會了是不是 體供...經驗功欸 移動格數加一 固定閃避加二十欸 這麼神奇喔 有空回家修煉一下 好啦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會 掰掰 掰掰